我们敬礼传承主持 敬礼了名和善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八法王 喀玛巴 敬礼徒登大吉上师 我们敬礼谈诚三法 敬礼今天父母的祖尊 尊圣佛母 师母 丹尊甲祖徒登师弟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心臟 感恩 忻 temporary 愛してる 支扱 安 Min 野养 好了 美你 我 聖快 raz 这 现在通知大家 下个礼拜天 4月16日 下午3点PM 我们做这个 大随求菩萨 附魔法会 大随求菩萨 Om Mahabhati Saro Saha Om Mahabhati Saro Saha 这一尊最多的人 足起 大随求 这个很随求 也就是说 你不是随便求 不是随便求 那总之 你求什么就得什么 这一尊菩萨 一项都是 每一次做附魔 最多的人 足取的一个菩萨 大随求 Om Mahabhati Saro Saha 我记得这个大随求 因为有随求八印 它有八个手印 随求八印 八个手印 最后的手印 最主要的手印就是 番茄印 番茄印 我们是Tomato Tomato的印 不是 那个番 番 就是那个 环语的环 茄呢 就是书的 书的这个 那个茄 那读着茄吗 是读着茄吧 茄 茄 总之番茄就对了 这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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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今天我们做的附魔是 尊圣佛母的附魔 尊圣佛母 尊圣雷藏师的注尸在哪里 在哪里 那你来讲就知道了 你来麦克风介绍尊圣佛母一下 你那个雷藏师叫尊圣雷藏师 里面全部都是 四周围全部都是尊圣佛母 尊圣地址简单的介绍一下尊圣佛母 尊圣佛母是佛顶尊圣是在释迦牟尼佛顶上尊非常伟大的尊佛母 那他本身呢他是长寿三尊的祖尊之一 他的功德呢可以显示在喜灾 因为他前面显示白色的尊圣佛母 那在左边这边有金刚手菩萨 在祥福上面 或者是在右边这边有观之在菩萨 是黄色的 黄色的观之在菩萨 所以在喜灾 喜福 争议 还有在祥福上面都非常具有很大的功德 阿弥陀佛 我这介绍非常的简洁有力 很简单啊 你刚刚讲说他是在释迦牟尼佛的顶上是吗 不是在释迦牟尼佛的顶上 是释迦牟尼佛的无上顶所发现的一尊佛母 不可以讲说他在释迦牟尼佛的顶上 那不是把释迦牟尼佛压死 好 请坐 他是释迦牟尼佛无上顶光明的发现 那么他是前面就是尊圣佛母 那么左右呢 他是观世音菩萨跟金刚手菩萨 他有三面八个手贝 三面八贝 主要的象征是他的前面一手 拿着十日金刚处 拿着十日金刚处 另外有一手 他手上是阿弥陀佛 手上是阿弥陀佛 他一共有八个手贝 因为是释迦牟尼佛的无上顶光明的发现 所以他有很大的法力 金刚手菩萨是雏谋 所以他的这个金刚号是雏谋金刚 是雏谋金刚 威力无穷 最主要呢 深圣佛母的最大的功德力 可以除一切的烦恼业障 能破坏一切的恶道众生的种种的鼓鼻 能使众生得到一切菩萨的护佑 在现身中不为疾病及诸苦恼事所障碍 这个咒碍能够破地义 阎谋云 阎谋生之苦 能回向善道 若有短命的 可以得到长寿 所以他是长寿三尊 持这个咒能消除 百千劫中的一切的罪业 所生的地方 能够遇到诸佛 获得无上的菩提 也能够往生 种种种为妙的诸佛的净土 那能够读诵 这个尊圣多罗尼者 此人所有一切地义畜生 阎罗王恶鬼 破坏消灭 无有疑疑 他的这个功德非常大 刚刚这个尊圣佛母下降的时候 力量非常的大 力量非常的大 愿我们的这个祈求 都能够得到这个相应 所有祈求都能够得到相应 他的尊圣咒 Om Brom Soha Om Amita Aira Tate Soha 这个咒语 应该 这个制作咒音 因为尊圣佛母 的咒音 它可以 念得很紧凑 而且有力 念得很紧凑 有力 Om Brom Soha Om Amita Aira Tate Soha 紧凑 有力 真圣佛母的咒 这个 这一尊在中土 在 在中国 在中土 非常具有圣明 是释迦牟尼佛 无上顶的光明发生 有时候一日金轮 一日金轮 咒 你碰到困难 念Om Brom Om Brom 就可以 把一些不好的东西 给它去除掉 Om Brom Om Brom Om Brom 就是 把不好的东西 给它去除掉 先讲个小话吧 有一个老阿伯 阿伯 去吃这个 人家的婚宴 却忘了戴 带假牙 回去哪 右眼 他住的地方右眼 再来 再回来就来不及了 刚好旁边桌的 有一个阿伯 好心跟他讲说 我家里就在隔壁 家里有很多的假牙 家里有很多的假牙 结果 这个阿伯就跟着阿伯 回家 打开抽屉 真的有一堆假牙 他就是显了一副合适的 结果 享受了那个婚宴 婚宴的菜肴 第二天 这个阿伯 把假牙洗干净 就送回去了 然后他问了那个阿伯 那你先生是牙医师吗 为什么这么多的假牙 这阿伯回答 不是啦 我先生是检骨师 这个在台湾比较有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有检骨 就是人埋在地底下 啊 经过六年以后呢 他全身都化掉 剩下的就是 剩下一些骨头 还有甲牙 牙齿 牙齿跟那个 什么都化掉了 剩下的就是一些骨而已 他专门有 剪骨的人 来把那些骨 剪起来 装罐 装罐 装罐起来 然后看看要放在哪里 这个叫做 简骨 Q 我们台湾话叫Q Q 大部分一个人要化掉 要六年以上 才化掉 六年 六年 六年以上 他全身的这个 这个肉才会化掉 才会全部化掉 有一个人呢 有一个人呢 找到了一份工作 就是在电信杠上 贴广告 一天呢 一天呢 可以六百块钱 结果钱还是不够花 于是他又去找一个清洁公司 找一份工作 这一份工作是把电信杠的广告 撕掉的 一天也是六百块钱 这样子我一天就可能够赚一千两百块 还不用出门 因为他是贴 一个是贴广告 一个是撕广告 他只要不出门 那也不用贴 也不用撕嘛 所以他 不用出门 就可以赚一千两百块 有这样子的工作吗 嗯 这是一个哲学的一个笑话吧 如果一个人讨厌我 那觉得是 那个人的问题 如果有一群人讨厌我 那他们是互相认识的 反正都不是我的问题 都是他们的问题 这个是 佛经里面讲的 我 自我的观念比较重 好 我们进入主题 这个提到尊圣咒 弟子 莲花中庸 鼎礼根本传承上师 圣尊连圣佛佛 阿弥陀佛师尊好 欢迎尊圣咒 有个疑问 就是安乐庸宝 和其他流通的版本 有个地方不同 安乐庸宝念的 摩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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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达达达佛达格地 那另外的别的就是 摩尼摩尼 摩哈摩尼达达达达佛达格地 目前道场一般持诵的 根据灵光明教授写的 汉传唐本尊圣咒的研究 达达达和达达达 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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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 是否应该以安乐庙宝的尊圣咒为准 感谢师尊播成回复 恭致师尊长寿健康 永转法轮 快乐自在 莲花中庸鼎礼 文集六十六册 眼顶的神师学习密教 清真道长的书柜中 就藏有一本安乐庙宝 书路曾向我解释 修法的种种程序及口节 这本安乐庙宝 也是内地古老的原始密本 后来我曾交给自己的好友 数其大量应征 分送宜人 附上出现这一季的两个版本 前奏有几次 出现几次 我们所念的这个尊圣咒 尊圣佛母的咒 是短咒 比较是短咒 也可以讲是新咒 但是这个安乐庙宝里面的咒 就是很 有些是很火顶尊圣陀罗尼 里面的咒是很长的 是 closed 安乐庙宝 是datada 应该是这样子 datada 跟datagada 据我所知道 那个ga的音 是很轻的 datagada datagada 就念快一点 就变成dataga datada 那个ga 只是中间的一个小音而已 但是它解释 一个是真如 一个是如来 一个datagada 这边也有一个datagada datagada 有好几次出现datagada 有datagada 也有datada 只要问一下 应该是哪一个版本比较对 安乐妙宝 安乐妙宝 安乐妙宝的是 datatada 这个另外 现在目前 大家在念的是 datagada 请指示 请指示 安乐妙宝 应该安乐妙宝的才对 一般人在外面念的 是属于鸡飞城市 鸡飞城市 因为这里面也有datagada 安乐妙宝里面也有datagada 安乐妙宝里面 一个咒语里面 也有datagada 也有datagada datagada datagada 其实不一样的 datagada 是属于真如 datagada 是如来 哦 应该是安乐妙宝 比较对 那现在流传在外面 大家这个念的都是datagada 我们念那个 那个供养战 对不对 这代表是真如供养 你最好的供养 打他打是属于真如 打他咖打是属于如来 供养佛 应该是安乐妙宝的才对 安乐妙宝 有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做真香 多么好听又美丽的名字 但是他的爸爸姓死 死真香 过了五十岁之后 还有男人 红着你的小脸 很温柔地对你说话 而且耐心地望着你 只剩下牙医师 你人过了五十岁以后 这太残忍了吧 什么五十岁 五十岁现在 很多五十岁还是很漂亮的 对不对 太残忍了 我们讲 唯摩洁经 今天讲 自守戒心 不积笔缺 打净土 菩萨成佛时 国土无有幻境之名 他是这样子讲 你自己守戒力 但是不弃讥笑 别人不守戒力 这是属于菩萨的净土 菩萨成佛的时候 在他的国土当中 就没有人换戒了 没有 没有人换戒 没有换尽之名 这个应该大家都可以 自守戒力 为何自己守了戒力 但是又不 居效别人不守戒力 不会去讥笑别人不守戒力 为什么会这样 他的原因是因为 一个人修到一个境界以后 他没有自他的分别 没有我 没有我 跟我守 完全自己跟他 他人 是因为 你自己守戒力 别人不守戒力 但是他不会去讥笑那些 不守戒力的人 就是修行到一个境界以后 因为是自己跟众生 根本就合一了 也不能这样子讲 要怎么讲 因为他了解 一切都是 水中叶 一切都是 镜中花 虽然守戒力 但是不被戒手 不被戒手 这个就比较深一点 虽然他守戒力 他顺着戒力而走 但是他明白 在根本质上面 一切都是水中叶 镜中化 守戒 而不被戒手 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所以他其中所讲的 自守戒心 不积彼缺 这个菩萨成佛的时候 这个国土 没有什么叫做戒力 跟患戒力的这些事情 都没有了 没有 但是在立宗里面 我们很晓得立宗里面 是守戒力 守戒力到无戒 到没有戒力可守 是因为你依着佛性 依着根本质 依着罪圣义 来 来行事 但是在礼中 在礼中 全部都化尽了 所以守戒 而不被戒守 就是说 以理论上来讲 一切都是水中液 镜中化 但是不能够剥无因果 还是有因果存在 还是有因果 还是有因果存在 在他的净土里面 因为你依着 第一异地 这个无为而为 第一异地 无为而为 你既然是无为而为 就不会去嘲笑别的人 嘲笑别的人 那么你将来 你得到的国土 里面也没有什么 戒 也没有什么叫换戒的 这些名 都没有 这个再来是 时善 是菩萨的净土 菩萨成佛的时候 命不中夭 大富凡行 所言成地 常以软以 见属不离 善和尽送 言必小益 不及 不 愧 正见众生来生其果 谈到时善 我们学佛的人 都要行时善 什么是时善 就是我们的 生口意 三页 你不要换生口意的三页 反之而讲 就是时善 十恶 我们小的十恶 贪 惩 之 是三种恶 另外呢 杀 道 淫 又是三种恶 然后再来呢 就是口 就是 不妄语 不欺语 不恶口 再来是一个 不两舌 不两舌 两舌啦 两个舌头就是 东家长 里家短 就是这样子 就是要两舌 挑拨啦 不挑拨啦 两舌就是挑拨 挑拨两方面不好 那就是口四页 口有四种页 那义呢 有三种页 生呢 也有三种页 加起来呢 就是十种页 这十种页 都是属于二的 叫十恶 你不换这个 就是十善 不只是这样子 好像你杀生 你杀生 你去护生 去保护生命 去放生 那就是更好 同样的 这些道理 就是说 除了这十恶 你不犯以外 你还要 做更好的 像贪呢 你去 你不贪 你又不失 那就是更好 好 那你不换十恶 就是好 你又去不失 那就是更好 那你呢 沉呢 你又不生气 不只是不生气 你还要 去跟人家 那个 跟人家欠和 去欠人家 和好 讲着柔软乙 讲柔软乙 那就更好了 那知呢 参成知呢 知呢 你用知晦 你用你的知晦 去行一切事 那就更好了 所以这里面有 十善 也就是说 不只是 你不换业 还比换业 更好 好跟更好 这个意思 那十善是菩萨净土 菩萨成佛的时候 命不中夭 他不会夭折 这个很富有 我们这个 下一次传法 要传这个 第一富豪法 第一富豪 是几页 几页 几页 九月九号 九月九号 要传法 是要传这个 圣观音富豪法 圣观音第一富豪法 而且生生世世能当富豪 像台湾现在的富豪 就是像哥台铭 还有那些有钱的 蔡佳 富邦 国泰银行 这些富豪 蔡佳 然后 在美国 像Bill Gates 像那个坐电动车的 特斯拉 马斯克 马斯克 这个都是很有钱的 他们都很有钱 都是第一富豪 那你将来啊 将来 我们修这个 圣观音 第一富豪法 你转世 如果没有到天上去 没有到佛国净土去 你没有成就 但是你转世 你修这个法 你就会变成第一富豪 那个回向也很重要 回向也很重要 我会把那个 重要的口诀也讲出来 你要成为第一富豪 你必须要怎么做 怎么供养 怎么持咒 怎么接手印 怎么观想 怎么持咒 怎么接手印 还有你的供品很重要 供品很重要 因为从来没有传过这个法 这是第一次 讲给大家听 大家都会吓一跳 每个人啊 将来你们啊 就会成为第一富豪 我不知道 现在的第一富豪 是不是都是修这个法 不过确实有圣观音 第一富豪法 也就是富翁了 就是富翁 所以你行实上 这个你在一生当中的命 不会半途就腰折掉 而且呢 你会很有钱 大富 很有钱 而且你又能够行为 非常地清静 所讲的话 都是非常地诚实 常常以柔软的语 跟所有的剑鼠 所有你的剑鼠 不会离开你 不会离开你 不能用胸抱 胸抱的语言 去跟别人讲话 用胸抱的语言 跟别人讲话 大部分的人都会吵架 然后彼此就分离 经常讲话 用柔软的语 剑鼠不离 善和征颂 言必小意 他说 你能够 劝人家不打官司 劝人家不打官司 彼此之间不打官司 不会有争执 不会打官司 所讲的话 必然是利益众生的 所讲的话 利益众生的 也不嫉妒 也不生气 而且拥有证件 这些众生 都会来生在你的国土 你行实善的话 其他这些众生 都会生在你的国土 今天主要也是 跟大家介绍 9月9号的传法 这是圣观音 第一副豪华 第一副豪华 你们 对钱没有兴趣的 就不用来参加 对钱有兴趣的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要钱 对不对 这个我讲过一句话 有钱的烦恼 总比那个没有钱的烦恼好 有钱也有烦恼啊 人要付税啊 要怎么样啊 要很多烦恼的事啊 有钱真的也是很烦恼 也不知道现在钱放哪里 你看 美国的银行 都会倒 你钱放银行也不行 大小银行一大堆 听说统一起来 一百八十几家的银行都有问题 一百八十几家的银行都有 连全世界上最有名的银行 瑞士信贷 瑞士银行 那是全世界上第一名的银行 都出现问题 你说钱放哪里 放银行 你可以啊 到底 就没了 放在房地产 我是三分法 师尊常常教人家三分法 一分 放在银行 一分 放在房地产 一分 自由应用 我教人家三分法 对 我不能叫你买房金 你知道吗 那房金 一公斤的房金 本身就已经很重了 你五公斤 你就带不走了 奇怪 平时我们拿五公斤的东西 都很好拿 是房金 很奇怪 五公斤 你好像就拿不动 五公斤的房金 你看那个金瓜石 台湾那个金矿 在金瓜石 有一块房金 差不多这么大而已 摆在那里 没有人拿得动 他也不怕人家拿 金瓜石 金瓜石有一块房金 纯金的 就放在那里 你就拿不动 这么大而已 差不多这么大而已 这么大的一块房金 没有人拿得动 以前有人 要送我一个金枕头 送我一个金枕头 房金枕头 各位 常人上师讲的 常人上师 十方同修会 常人上师说 要送我一个金枕头 因为他有一个地 我们有一个地址 他是做房金的 他说要送我一个金枕头 我一想金枕头 天哪 以后我用这个金枕头 来当枕头 好好 躺下来太好了 每天做房金梦 而且那金枕头 人家也偷不走 只要用车子 车来放在我的床上 我躺了就舒服死了 连做梦都有黄金 我以为是 他要送我金枕头 我真的高兴的 差一点 每天晚上都偷笑 后来 终于知道了 他是做 送我金枕头的小榴莲 那个榴莲你知道吗 马来西亚 印尼的榴莲 那个榴莲 榴莲本来是很大的 对不对 榴莲这么大 不是啊 他是没有错 那个是金枕头 嗯 印尼的 泰国 泰国的榴莲就是 就是金枕头 金枕头就叫金枕头 他送我金枕头 是榴莲 榴莲当然很大 也是很高兴啊 对不对 但是不是 是 嘘 生下这 像一天的金枕头 而且里面还是空的 不是实心的 还是空的 这是榴莲 表面上是一个榴莲的样子 只送一粒也不对啊 应该要两粒 对 我们所有的都是两粒 哪有送一粒的 这个是一个笑话 他送我金枕头 我还以为是睡觉的枕头 原来是榴莲 泰国的榴莲就是金枕头 金枕头就叫金枕头 而且那个 本来金枕头是很大的 它是缩小的金枕头 而且里面还是空的 是有收到 就是 就是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残人上师来参加这个 圣观音 大富豪法 成就第一富豪以后 他就能够送给我 真正的金枕头 对 皇上对这个易仪讲 易仪啊 这蜥蜴进贡的美女 她是有点邪门 你带下去好好查验 看她是否需带有毒 以防加害已整 片刻以后 这个易仪回来报告 皇上民间 确定没毒 皇上讲 没毒 那没毒就好了 整就放心了 其实 易仪讲的是有 没毒 这是华人的笑话 没毒是一种 这个 这个续菌 结婚 结婚以前 这个 叶姆拉着我的手 很叮咛地讲 我女儿嫁到你家 你要好好地对待她 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你要多担当些 凡事都顺着她 有话好好说 千万不要跟她动手 前几天 我们一言不合 就打她起来 后来呢 这个叶姆 来看望我 对着 躺在 急诊室的我 哭着讲 你这个孩子 为什么不听话 我女儿是 台前 敢跟她打架 你看 这个小钱 问小明 小明 你今天看起来 心情不错 小明回答 我太太前几天 遗失了她的信用卡 那小钱讲 那你有没有通知银行 小明回答 没有 因为那个贼 所花的钱 比我老婆少得很多 老婆会花钱 告诉大家 千万不能变胖 不然以后 你穷的时候 去讨坏 都没有人相信 你是乞丐 有一个妇事啊 去找一个 到那个病房 去找一个 阿伯 阿伯躺在病房 然后那个阿伯睡得很熟 他把他叫醒 阿伯就回 问 父事你要做什么 就父事讲 阿伯 你 你这个时候 应该是吃安民药的时候 人家睡得很熟 你叫起来吃安民药 就是世界上 很多很矛盾的事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阿伯 阿伯 都得 так 好 谢谢 viol护 阿伯 阿伯 吴